女子为鸟错把手机当面包扔到海里 男子从地上捡起一块葡萄干 之后才发现是猫的呕吐物 所以今天太好的话题就是6个让人后悔的瞬间 吸唇挑战 拿一个小酒杯然后把它吸到你的嘴唇上 重复6次每次持续20秒 你就会变成视频中女子的模样 2015年国外突然掀起一阵吸唇挑战 很多人在挑战之后都后悔了 这样做后会让嘴唇产生瘀伤变种 甚至还会发生感染 严重时嘴唇的变形会转换成永久的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用手机喂鸟 一名女子在海边喂海鸥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手中的手机当成面包扔了出去 一般情况下手机扔到地上之后还能继续使用 有些手机的手机屏会碎点 换一个屏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但是手机扔到海里之后是很难捡回来的 很明显她把自己拿手机和拿面包的手搞混了 现在她一定非常难过 吃到呕吐物 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把很多东西都放进嘴里 那样是不健康的 等到我们长大时候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一位气象台的记者从地上捡到了一个类似葡萄干的东西 他以为这是其他同事掉下的葡萄干 于是捡起来就吃了 过一会儿 他的一位同事发现自己的鞋底沾上了自家猫的呕吐物 突然反应过来 刚才那名记者吃的是猫的呕吐物 这名记者以后应该都不会再从地上捡东西吃了 被锁在柜子里 一个女孩藏在了别人的储物柜中 储物柜的主人并没有发现她 主人锁好储物柜之后就离开了 女孩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她出不去了 她开始感到害怕 她在储物柜中哭泣 希望可以有人把她救出去 但是外面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 他们没有办法将女孩解救出来 45分钟后 储物柜的管理员来到这里把她放了出去 她决定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恶作剧了 手机刷地上 每年新的iPhone发射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排队去买 记者决定采访这个澳大利亚人 并且这个人也同意了记者的采访 然后这个人在记者和摄像机前的观众的见证下 打开这个新款iPhone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他把手机摔到了地上 他非常后悔自己没有慢慢地打开包装 还好手机并没有摔坏 生气的服务员 男子在网上预购了一杯麦当劳的可乐 然后开车去去 员工因为听到司机的喇叭声之后感到十分生气 于是把可乐扔到了司机的车里 可以看到可乐撒了司机一身 听说长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伙感吧